小伙伴们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淡宰岛天空中的云是白色的 他们在淡宰岛的周围来回飘荡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淡宰岛的天空中只有白色云朵 错大错特错 其实在淡宰岛的天空中 还有被官方隐藏的恐怖紫色云朵 淡宰居然还可以在紫色云朵上玩耍 你们难道不好奇 淡宰岛天空中被隐藏的紫色云朵 它究竟该如何找到 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淡宰岛天空中最常见的 就是白色云朵 如果你也见过淡宰岛天空中的白色云朵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白色云朵离淡宰岛非常的远 淡宰是不可能触摸到它们的 我让自己的淡宰借助蹦床 把它弹飞到空中 然后在空中启动喷气背包 在淡宰岛天空飞行了很久 喷气背包都没有气了 我的淡宰都没有摸到白色云朵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山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淡宰岛中天空里 被官方隐藏的恐怖的紫色云朵 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宰岛 发现了这恐怖的紫色云朵 它在淡宰岛的天空中悬浮着 并且只在夜晚出现 它和白色云朵不一样 淡宰可以摸到紫色云朵 并且可以在紫色云朵上休息 还可以和自己的蛋搭子打闹 所以说在淡宰岛的天空上 其实并不是只有一种白色云朵 还有一种被官方隐藏的紫色云朵 它只在夜晚出现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